郭晶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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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晶晶和霍启刚,一点也没有惯着孩子,他儿子穿也是穿得非常平常,一点也没有豪蛮做作的样子。 2013年8月27日,郭晶晶为霍启刚二下一名男婴,2017年4月24日,郭晶晶顺利生女,大概是因为低调朴素的原因,外界对郭晶晶的评价越来越高了,觉得都是郭晶晶叫慈友吧。 但是自从郭晶晶生了女儿,霍启刚儉然依附女儿奴行,像,对女儿宠爱有加,不然怎么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小情人,霍启刚这样一个奶爸形象,不禁让外人先生羡慕,羡慕这一家的美满幸福,豪文的女子不需要负担什么家庭责任,他上面还有哥哥,那就更好了,所以霍忠颜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。 据说,霍忠颜的爷爷非常喜爱他,是为掌上明珠,现在他还不到一岁,爷爷就赠他十亿的房产,真是看了就让人眼红啊,一般人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个钱,所以韩子金钥匙出生的人就是好命,豪文的女子不需要负担什么家庭责任,他上面还有哥哥,那就更好了。 所以霍忠颜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,据说,霍忠颜的爷爷非常喜爱他,是为掌上明珠,现在他还不到一岁,爷爷就赠他十亿的房产,真是看了就让人眼红啊。 一般人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个钱,所以韩子金钥匙出生的人就是好命,小编觉得郭晶晶的女儿真的是天生的幸运,大概是上辈子好事积满财修,你的这辈子的好福气。 对此,你怎么认为呢?